我们这里有两个同样规格的轴承 一个是国产的 一个是德国制造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区别 这个是珠子 这个滚珠颜色浅一点的 是德国产的 然后这个呢 这个滚珠颜色稍微深一些的 这是这是国产的 然后我们现在测试这个国产的 还一般不错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德国制造的 这么小的轴承 灌量很小 持续转这么久可见它的摩擦是多小 了解 非常好 拍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